子宫内膜癌手术治疗的费用大约是多少 手术治疗的费用 与患者所处的地区 患者所选的手术方式 以及患者的临床分析 患者所选的医院的级别 高低有关 那么具体如下 首先第一条 就是患者所在的地区 那么不同地区 收费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二个就是患者选择的手术方式 像微创手术 开服手术 费用 这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三点 临床的分析 那么根据患者临床分析 来选择不同的手术治疗方案 单纯性的手术切除 与术后同步放化疗的患者 费用是完全不同的 单纯的医期患者 可以选择全子宫切除 双侧附件切除 那么三级医院 一般大约需要 一万元 术后放化疗的费用 大约在三至五万元左右 子宫内膜癌 是恶性肿瘤之一 那么对于他的治疗费用 并不能一概而类 这需要根据患者自身的体制 以及所选择的医院 治疗的方法 所处的地区 等等 周多因素 所决定 子宫内膜癌患者 不要盲目地进行治疗 具体来说 建议您到当地医院 具体咨询一下治疗的费用 根据自己的病情 采取